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 我是童文勋 因为福岛的这个 所谓的核实产品 核实的这个问题呢 韩国跟日本事实上有一个争端在WTO在解决 所以呢有一些媒体 我看到现在的报道 对于南韩现在是不是败诉还是胜诉 有一些错误的报道 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 这个是UDN 这个是联合报 他就有这样一篇报道 这是网路的新闻 他网路这个标题下得很大 这是在去年的12月的时候 联合报做了这样一个报道 他说南韩禁核实进口政策 WTO说可以 那通常我们看的标题 你就要看内容 那他的内容就这样子做说明 我们把这个内容 他怎么说明的 我们做一边做一些陈述 因为大部分人不会去看两边的争端的所有的英文的原件 或者去看整个的来龙去脉 你通常就是看媒体做了一个报道 然后看这样的一个标题 你再看一看内容 你就被他完全误导了 甚至台湾还有一些人因为这篇报道呢 或是这个类似的报道 就说台湾现在禁止日本的福岛几个县啊 这些农余产品呢 果然是有道理的 因为WTO是支持的 那这样的说法对不对呢 我们今天来做一个破解 就这篇报道 我们请导播进来 这篇报道除了这个标题之外 他就讲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 他这么说的 他说2011年日本东京大地震 引发的这个福岛的核灾 南韩以辐射污水恐影响水产品这个理由 禁止日本福岛在内的八个县的水产品进口 那日本对这个状态不服 认为韩国缺乏根据 所以呢 这个事情拖延了几年 就在2015年 就是在2011年之后的四年 因为这个日本提出了所有的资料 证据证明 然后跟韩国进行协商 韩国仍然不买单 所以呢 日本就去WTO寻求解决的机制 那WTO有这样一个争端解决机制 就是你申请了之后呢 那我们就来成立一个争端解决小组 那当然会有一个专家的一个会议 会有这样的一个专家小组 那就证据的部分 主要就是要让科学说话嘛 所以呢 就是我们说过的 WTO要根据什么呢 他有一个SPS 就是根据食品的检验 农产品的怎么样检验 我们请导播下这个标题 就是WTO的食品安全检验与动植物防疫检疫措施 这样的一个协定 就是根据这个协定来 那这个协定有一些还蛮详细复杂的规定 如果说你没有足够的证据的话 那就像韩国跟日本的这个争议 就是日本在2015年提出来这样的一个争端要求解决的时候呢 在2018年历经三年的诉讼战 这个法律战 那这个当然它是一个争端解决小组 它是一个像仲裁的这样的一个程序 可是它不是外部的 所以我们去跑去国际的仲裁机构 那要付费 败诉的地方到最后要负担所有的费用 没有这样一个情况 就是各自要负担自己的费用 所以比如说日本 它在2015年 在WTO提起要求成立一个争端解决小组 那这个小组成立之后呢 因为是WTO内部的解决机制 所以不是委由外部来处理 他们会去找专家学者过来 成立这样的一个小组 那是WTO自己负担这个费用 因为是内部的机制 那各自你要找律师 你要找专家学者 南韩跟日本的这样的工房 这个工房的费用呢 就是各自负担 那最后的结果 如果说是终局的裁判的话 终局的仲裁的结果 那会员国就必须要履行 他会给你一个时间 就是你限期之内 你必须要改善 你如果没有改善呢 最后就会有一个 其他的一个裁决 这个裁决可能就是 你必须要对于受害的 没有责任的 没有义务的这个会员国呢 你要提供一个 提出一个解决的机制 赔偿的方案 可能这个赔偿未必是 直接用金钱来赔偿 可能要有其他的这个退让 就是在经济上面 要有其他的退让来解决 那有没有过这样的一个案例呢 其实是有的 那所以你既然签了这个合约 你就必须要履行合约 而且经过仲裁的这样的一个结果 争端解决机制 这个仲裁的结果 那你还不遵守的话 你像他对国家的形象会有多大的伤害 不要说之后还要再弄一个罚则出来了 所以不会因为这样子 所以有任何一个会员国说 我不履行 我当时入会的协定 所以大家都举手表决 就是说把它开除掉 废除他的这个会级 不会的 可是他会有一个损害赔偿的责任 大概是类似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UDN的这个报道 联合的这个报道呢 其实是很多媒体都是采取这样一个报道 你可以去以这个标题 就是南韩跟日本 或是韩国跟日本的这个争端 WTO最后做了什么一个裁决 目前我们看到的 几乎都是不正确的说法 好 UDN继续怎么说呢 他介绍这个背景 他就说2015年因为日本提出来 要求成立正端解决机构 所以正端解决小组决定之后呢 历经四年的法律战 最后啊 韩国于二审逆转胜 维持禁止日本核实禁国政策 这个是联合报这么说 然后他就继续说明了 到底内容是什么呢 他说福岛核灾之后 南韩至2012年起 针对福岛青森资成 研手及工程这五个县 的太平洋雪鱼 以及福岛的阿拉斯加雪鱼 实施特定产品进口禁令 所以来看看 这个是非常窄的一个范围 是针对雪鱼 然后呢 2013年的8月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证实 福岛第一核电厂有数百吨的辐射污水流入大海 南韩进一步实施广泛进口禁令 扩大范围呢 至日本八线增加了前面五线之外增加了这个群马 然后栗木还有千叶三线总共28项的水产品的进口 这个有日本跟韩国的 自古以来这个历史 可能有一些 历史的因素在啦 所以韩国就 因为你污水排放嘛 所以我大量的去 是一个主要的进口国吧 所以跟日本的这个鱼产品呢 水产品呢 他就做了这样的一个限制 那这个限制当然后来经过沟通嘛 所以双方的专家就提出了工房 那韩国呢 就要求就是说 你这个检验啊 你进口的这个产品的检验呢 因为水产品可能被你排放这个 核废料这个污水啊 所污染了 所以你这个检验呢 必须要要求啊 除了这些 这个几个特定的县市啊 必须要提供出口之前 从日本出口之前 你需要提供这个色 还有点的含量标示 这个是标示证明啊 然后跟这个日本的产品呢 一律要实施色点含量的边境测试 同时呢 非水产品和畜牧产品 经测试一旦发现有色跟点的时候呢 将进一步对其他放射物质 进行额外的测试 所以他在测试这个事情上面呢 就增加了很多的要求 那我们知道说WTO的非关税贸易障碍呢 检验就是一个蛮tricky的 就是蛮就是技术性的一个贸易障碍 所以这样的一个贸易障碍 可不可以实施呢 其实就是我们说的这个SPS 这样的一个规范 你就必须要提出科学的证据才能够做 然后2013年呢 韩国就把这项措施呢 扩大适用到日本的所有的水产品 这个其实已经超过了 所谓的必要的范围 可是他的理由就是说 那个海洋是开放的啊 那你水排出去之后 可能日本所有的水域海域都会有问题啊 那其实跟着洋流 如果真的有问题的话 可能韩国自己的水产品也不能实用了嘛 如果你照这样的标准 所以呢 2015年 日本以歧视 除了包括你不科学之外 就是以歧视为理由 就是你歧视我的这个产品 在WTO呢 就要求成立这样一个争端解决小组 然后2018年2月呢 本来WTO的裁定是认为说呢 这个争端小组认为 南韩是没有理由的 日本所提出来的这个科学的证据 足以认定这些水产品 经过检验之后 一定的抽检的比例率 如果真的是高物染产品 当然还是要通过检验才有办法 这个上市的 这当然是有道理 可是经过这样的一个基本的检验 就是边境检验出口之前的检验 如果是符合科学依据的 科学标准的 这个有国际的安全标准嘛 那你就不能够限制 这个产品的进出口 那可是呢 2018年就是南韩就上诉了 所以 WTO的争端解决 它有两个省级 所以专家小组 你成立的这个争端 解决小组成立之后呢 你如果不服这样的一个决议呢 不服的人其实还可以上诉到 上面的这一个省级 可是这个省级呢 他基本上他对于专家小组的这一些 你到底是用什么标准来做处置 或者说你可不可以再追加主张 就是说还有其他的要求 就是你排放到水里面 海水里面的这样的一个数量 除了数量之外 是不是还有值的一个要求 你在还没有发生这个河岛的 这个浮岛的这个河污染的事件之前 你的海水的品质是什么 那你不能说 我现在说我认为现在就是这个 这个我现在检验的 已经捞起来这个鱼呢 这个检验的这个情况呢 这个非常的微量 不会影响到人体 所以你就完全没有安全的疑虑了 所以这个南韩在第二个省级 所提出来的我们讲上述 大家可以比较容易理解 其实他不是一个上述的概念 他是不是说是二省终结 不是这样一个概念 就是第二个省级的这个小组呢 就认为说第一个省级的专家小组 仍然还有一些事情上代厘清 所以把这整个案子 其实是发回到第一省级的专家小组 所以这个案子已经二省终结了吗 事实上没有 这个案子还在WTO的争端解决小组 好 上代解决 可是我们从南韩的这个案例 给我们的 给台湾的警惕是什么呢 好 我们下一段进来 我是干妈妈 您从未见过的好帮手 只要轻松的将我挂在她 漂漂亮亮的琉璃台前 就能充分展现烘干杀菌的功效 现在她使用抹布 再也不会闻到那些脑人的异味了 同温层突破同温层 我是同温薰 本温层突破 teeth 我不会闻到那些脑人啊 就能讲到那些脑子 但她就是证据词 并别闻到哪些脑子 就能讲到那些脑子 你会玩点时 就是没见过 好帮手 所以 там 今天也不会闻到那些脑子 对 所以我们看到 事实的部分 其实我们不能要求媒体在做报道的时候 一定是完全不出错的 因为记者呢 这不是他的专业 那如果他没有去请教真正的专家 他的报道可能就出错 那报道出错 你再去引用错误的报道 形成你的认知 你就会对整个事情的认知出了差错 那其实 这种案例也不是太多 就是说媒体会错到这么离谱的程度 其实案例也不是太多 所以我们以这个案例 以以为界 就是说第一点 这个标题下错了 第二点 就是南韩呢 这个韩国呢 它增值的范围很小 大家有没有发现 它一开始是针对鱼 就是日本的鱼 或是阿拉斯加的鱼 那就只这两项产品 而且是要在这个福岛旁边的五个县 所捞起来的这个雪鱼 实际上呢 这鱼是游来游去的 那这五个县船 鱼船出去哦 你也不知道它跑到哪去了 都已经跑到阿拉斯加的话 那为什么是这五个县捞起来 这大海里面的鱼 你就一定要限制它呢 这个其实 第一个它仅限于水产品 这是我们要理解的 这跟台湾的情况完全不一样 为什么 因为台湾禁止的是什么 连农产品 农产品啊 加工啊 反正就是这五个县的 所有的食品 我们通通把它禁止了 那全世界现在有哪几个国家 还在禁止福岛的相关的 这五个县的农产品跟水产品呢 水产品呢 基本上就是 还有这个港澳 还有中国吧 然后再来就是韩国 那台湾是什么都禁嘛 所以台湾包括在内 那如果是农产品呢 到目前为止 连韩国都没有禁止 只有台湾禁止 所以日本其实 没有在WTO的 这个解决争端的这个机制里面 对于台湾提起 要求解决争端 当然有他的这个考量 第一个 日本跟台湾 近期以来其实关系不错 非常的友善 日本已经不止一次 郑重台湾 COVID-19的疫苗 那这样的一个友善的关系 经不经得起 台湾一再的去消磨它 而且有一个很关键的因素 就是中国中共本来是禁止福岛的相关的东产品出口到中国的 可是他却在我们上一次台湾2018年做的所谓的核实公投 我们公投通过的第二天啊 日本就给我们 中共就给台湾盖布袋 怎么盖布袋呢 他就马上通过说 我们现在可以进口福岛的所有的核实产品了 就是台湾通过公投 他第二天就说中国可以进口了 那不是对台湾盖布袋 这是很明显是一个政治的动作 那日本当然是欢迎中共这项改变嘛 可是当时日本的这个声明啊 也同时对于台湾的这个公投的通过呢 就是表示遗憾 那所以我们其实应该要好好的让科学证据来说话 我们也要知道从韩国这个例子 台湾将会面临什么样的问题 第一个 虽然韩国的问题 它是解决的是日本跟韩国之间的争议 它是不是一个诉讼说有一个计判力啊 没有这样一个问题 可是大家都知道当证据全部都呈现了 就在韩国这个例子上完全得到呈现的时候呢 那他当然可以引用同样的证据来要求其他的会员国 必须要按照同样的科学标准来做事 就是我们讲的SPS的这项协定 你应该要根据这样协定来做 你如果不根据这样协定来做 你没有在政参协计小组所限定的期限里面 可能是三到六个月提出改善 拿掉这样的一个限制啊 那你就要面临下一个裁定 这个裁定可能是什么呢 就是你必须要提出赔偿的机制 所以这个是一个我们既然是会员国 你就必须要理性的科学的来处理相关的问题 这个就是你签了合约 你就必须要履行的义务 这是在国际的协议上面 不是随便讲讲的 我们可以用民粹 或者是我们用公投的方式 来推翻科学的论证 事实上是非常不对的 这是会非常荒谬的 那么台湾为什么我们不能够让事实说话 让证据来说话 就是因为两党都把这些东西当做是什么呢 当做是一个政治斗争的工具跟筹码 他让整个社会没有办法针对证据跟事实来讲话 这个对国家的伤害 对我们的软实力 对我们的未来的伤害 其实莫此为甚 这个就是我们在南韩的这个 跟日本的争端上面 我们必须要得到的这个警示 就是第一点 福岛这些县市啊 你的所有的农产品 现在只有台湾还禁止 这一点是绝对不可取的 你没有任何的科学论证 你如果有本事 你就像韩国一样在水产品上面 你找专家学者去跟日本好好的argue 我们的证据我们除了你的量上面 你的色跟绝这些核污染的这些这个数量 不可以超过一定的比例 这是科学论证 那你的值呢 你还有核废料这些水 污染的水排放到大海里面 你影响的是全世界 拿证据来说话 我们如果连这些都没有 你说我们要搭韩国的便车 等到韩国跟日本 所有的争端通通都解决了 我们再来解决 其实第一个你太被动了 这个不是行政 我们的行政有策略 如果我们今天已加入CPTPP 比这个核污染不核污染的食物还要重要 这两个东西是没有办法放在天平上秤的 因为CPTPP它所影响的是全面的 不只是所谓的水产品或是农产品 而且台湾到底吃了多少福岛进口的这个产品呢 你说包括青森 是不是还有水果的这个问题 其实这个量都不是那么的大 那你如果真的有科学论述 你就让一般的民众自己去决定 你要不要接受 科学的数字是对人体没有妨碍的 但是我认为 我就是要吃脂最好的 我不要有任何这个核污染的可能性 即使你说这个可能这个有污染 这个量低到几乎是测不出来 但我也不要 所以量跟值我也不要 那么你就在自由公平贸易的情况之下 标示清楚 让所有民众自己选择 你用什么价格取得什么样的食物 让民众自己选择 这个才是政府应该要做的 然后以加入CPDP为主要的目标 你要有战略策略 你要有战术 再来就是你是WTO的会员国 你本来就应该要遵守WTO的机制 跟所有我们签署的协议 不是吗 那根据这些协定 没有战略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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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不可以这么做 不需要等到日本对台湾在WTO提出要求争端解决 你不需要等到那一天 所以我们常说诉讼不诉讼 虽然说WTO这个是一个仲裁的机制 但是跟诉讼的精神是一样的 如果你真的有错 你在第一时间认错道歉就好了 然后在你看到这么多的证据 一直提出来 你就应该要有 你有智库啊 你有执行这些政策的单位啊 你就应该要现在就把自己的法令 跟内部要齐备 你除了对日本提出解释 那你对内也要说服国内民众 可以有很多种方法 你办研讨会 你好好的理性来谈这件事情 公开的来做辩论 而不是在所谓的政论节目里面 互相叫嚣慢骂 然后到最后情绪化 其实这个无异于事情的解决 这就是我们今天呢 就有关于韩国跟日本 就辅导的农鱼产品 它是只限于水产品 那是范围非常小的 那台湾今天成为全球唯一限制 辅导五限的农产品 连鱼产品全部限制的这个国家 其实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再说一次 真的是有污染的产品 它会伤害人体 有一个科学的标准 那当然是不能够进口的 所以所谓的日本和时 这样的一个名词呢 事实上是过度的解释 然后没有任何科学的依据 你只是觉得说 可能有一些人他到今天为止 对日本还是有仇恨 他抱着可能大中国 当时跟日本的 日本侵略中国的这个战争 我们看到比如说 郝龙斌啊 比如说马英九啊 他会有这样的一个 历史的情节在那里 所以对于和时的这个问题 不去看科学的数字 我们可以理解他的情绪 就像韩国 现在全世界为什么只有韩国 对于这个日本的这个水产品 采取这么严格的 甚至想方设法去举证啊 为什么是韩国 那其他国家的这个政府 都不做把关 对日本特别友善吗 其实不是 这个其实都有历史因素在的 那我们还是回来 就是说历史因素在 请尽量把它排开 我们就针对你是会员国 你应该要遵守的这个协定协议 来看我们应该要履行的义务 这个才是合格的世界公民 而不是用情绪操弄的方式来操作 好所以下一段 我还是要继续讲 就是说现在我们的莱猪公投 我只要以日本河岛 河石浮岛的这个河石的问题 来做例子 那我们的莱猪公投 恐怕就是要重蹈覆辙 好我们下一段进来 同温层突破同温层 我是童文勋 大家好 期待很久的肩颈热敷垫 终于完成了 所以现在可以先预约想购 那我来介绍这个肩颈热敷垫 用Apollo Fiber Inside的技术来做 是很多爱用者的要求 我们有这个温控器 所以它有四段开关 蓝色的部分就是时间 就是一个小时两个小时 四个小时八个小时 那绿色的部分是温度 那看你个人喜欢什么样的温度 它里面有一个自动的断电的装置 所以真的是过热的时候 它事实上是会断电的 绝无触电的风险 好没有电磁波 除了环境值本来就有电磁波之外 它不会再产生额外的电磁波了 好这个都有测试报告 怎么使用它呢 其实接了电之后启动了 现在就感觉很温暖很舒服 其实它很简单就是这样子 好这边有一个小小的魔鬼沾 然后把它沾上去 可以调整你的颈部的大小 因为我每一个人颈部的颈围 是不一样的嘛 背部的部分 脖子的这个部分是很贴合的 脊椎的后脊椎的部分 我现在感觉就是非常的舒服 有时候觉得很疲倦 使用这个热腹垫之后呢 肩颈感觉就充满了能量 本来快要昏昏欲睡了 你的力线体又充饱能量之后 那个电磁充饱就可以原地活血复原 那有时候我们是 腿部酸痛或是膝盖不舒服 怎么样使用呢 我们把它拆开来之后很简单 就是因为它的形状是 一个马鞍形的这个形状嘛 所以我们可以很容易把它调整 就可以来热敷我的膝盖 或者是我的大腿 腿部酸痛的时候 其实都可以使用 或者是肚子 尤其是女孩子晶蹄的时候 拿来热敷你的腹部 另外有时候我们去运动 去打高夫球 去打羽毛球 回来之后你的手臂酸痛嘛 那怎么办呢 其实现在就是有了这个东西之后 你就可以设定时间了 事实上它的使用的方式还蛮多的 就是因为它马鞍形的形状 所以你可以随便改变它的形状 然后坐在那边可能追个剧 或是滑一个电脑玩一下脸书 那这个部位就已经完全热敷到了 所以一物多用 我推荐给大家这个非常棒的肩颈热敷店 我装傅在这个地方 你知道吗 你可以在做这个问题 你浅测到什么地方 来到一个礼物 你管一下 要看的 你看 那眼泪 我会有点是 我还会有点 在这个地方 小白 我 真的 我 所以我当然我知道就是说 反莱猪的这些阵营里面 包括书医师他们的主张 我是可以理解的 这个当然他有这一些科学的数字 那这个科学的数字是不是 就是国际所认可的一个标准 这个你就是拿好WTO去讲的 那以现在我们讲 各国对于莱克多巴胺所采取的标准 已经是一致的一个说法 所以不可能美国的公民都可以食用这些肉品 而全世界的公民都可以食用这个肉品 而只有台湾的公民不能食用这个肉品 那如果说台湾的人真的这么在意 这个肉品含有莱克多巴胺这个问题 包括牛肉啊 其实我们也长期在食用美国的牛肉 这个比例还蛮高的 那么所以不只是猪肉 那么台湾自己的肉品 有没有加莱克多巴胺呢? 这个问题也应该要一并来做讨论 才不会有歧视的问题嘛 所以我说这个不是不能解决的问题 这个解决的问题就要看政府是不是有能力 来管理好 来做好标示 而产品的标示或是产地的标示 事实上是食安非常重要的一环 它也应该要形成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经济的命脉 那我们的农产品 鱼产品、水产品 其实在国际上是有相当的竞争力的 台湾的水果、台湾的稻米、台湾的茶叶 我们的各种的产品 事实上是有国际的竞争力的 那这些国际竞争力呢 有一个很大的关键就是 我们的产地标示 产地标示在上一次 WTO我们讲JATT当时TRIP的时候呢 这一次的多边的这个谈判呢 有一个产地标示 我们产地标示 谈到产地标示的时候 我们通常就会以这个法国的香槟 来做一个例子 大家记得吗 可能有在喝红酒、白酒的人呢 就记得说 二十几年前 其实全世界各地啊 讲到这个气泡酒的时候呢 通常都叫做香槟 可是事实上香槟呢 是只有法国的香槟居产的这个气泡酒呢 才能够被称为香槟 所以这个事情事实上在上个世纪已经得到解决了 那确认就是说 你的地理标示 你的原产地标示 这个地理标示呢 只要不是香槟居产的气泡水 就不能叫做香槟 所以后来你在飞机上 如果说那个空服员问你说 你要不要喝这个气泡酒 那你就要知道说 他其实就是讲的是我们讲的香槟 那所以二十几年前 这件事情就已经得到了厘清 那我们以香槟为例子 就是说 你可以说你是加拿大的 智利的 西班牙的 哪一区的这个气泡酒 你可以自己取个名字 可能叫做星星 还是月亮 还是太阳 那你就好有本事让他变成是一个 世界知名的地理标示 可是你就是不能再继续用香槟了 那台湾呢 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产品 可以这样子来这个有地理标示呢 当然有 比如说 我在上个礼拜 去了这个关西 去参观这个台湾红茶公司 那才发现说 真是很可惜啊 原来在日本你喝的这个抹茶 绿茶 这个抹茶粉呢 居然是从台湾出口到日本的 而且这个历史已经非常的悠久了 已经差不多是八十年的这个时间了 那当然这个抹茶粉 是后来在一代一代研发嘛 所以抹茶粉要抹到 要研磨到多细致 然后它的茶的这个色泽 怎么样做一个杀精的一个过程 然后泡起来是冷泡还是温泡 然后有没有苦涩的味道 还是会有回甘的味道 其实我们都有非常好的技术 那以前去日本喝的那个抹茶 或者吃这个抹茶 冰淇淋啊 有时候你会有一点点苦涩的这个味道 然后那个绿色这么的绿 你会觉得说那是不是染色的 会有这样一个怀疑 你去真的去参观了台湾红茶厂 我真的非常推荐大家去关西 去预约他们有这个导览 去看看这个我们的茶叶 台湾的精致农业 其实有很多的精致农业 这个比如说你就弄一个关西红茶 弄一个地理标示啊 然后其他地方的茶叶 就不应该有这个关西红茶 这样一个logo嘛 那么另外就是 你可以在世界上有更好的竞争力 如果这个标示可以得到这个认可 那以稻米来说 大家都知道池上米 池上米他从耕作 他从不使用农药 然后所有的农民他们互相约束 所以这要从地方凝聚共事 然后互相约束 我们就是这样的一个集合 我们这些集合呢 共同遵守这样的一个原则 维护这样的一个地理标示的可信度 那他的经济的价值就会产生了 那其实太多了 你会不会就数之不尽 台湾的精致农业应该要做的事情 其实应该要第一个动作就是要从地理标志开始 那租资也一样 台湾的租到底是哪里的租 就应该不是说我们今天做一个政府标章 行政标章 你就可以得到这种肉品的来源的安全的保障 应该还要有更多的地理标示 除了现在西班牙伊比利猪很有名嘛 对不对 那么跟台湾的猪来做PK 到底我们喜欢哪一种口感 还有猪的这样的饲养 包括脂肪的这个比例啊 那就涉及就是说 如果说你不要太肥 因为肥肉不值钱 所以你就给他弄这个莱克多巴胺 那是什么年龄的几个月大的 这个猪肢可以使用 然后之后不能使用 那莱克多巴胺的药效就会退掉 那这个在内脏影响又是什么 所以都需要科学的数字 那其实你不需要对莱猪做公投啦 你真的要做这个公投呢 是政府没有管理 没有管理好 你可以弃作啊 你可以透过就是产地标示 你可以透过来源的确认 然后让消费者去购买他想要购买的肉品 然后当所有东西变成加工品的时候 你会看不出来对不对 可是检验是可以检验出来的 那一旦检验他的罚则是什么 那我们是不是真的有检验 到目前为止 我们没有看到任何抽检的这个报告吧 已经从今年年初的时候 已经开放到现在快要一年了 那这个时间 这个中间 我没有看到任何一件 比如说我们吃蚝蚝蚝蚝蚝蚝 结果后来里面有这样的莱克多巴胺的成分的抽验吗 还是说我们吃的排骨便当 有没有这样一个检验 没有 我没有看到真正的政府执行的力量 或是说产地标示 然后对于台湾的今日农业 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辅导跟辅助 没有 然后我们今天竟然 就是说我们已经申请要加入CPTPP了 然后所有事情都评估好了 各行各业 百业通通都评估好了 尤其是农业的部分 我们通通都准备好了 你知道吗 一加入之后 有多少的品项马上变成零关税 你的稻米 你的肉品 包括鸡 太多了 你全部要面对冲击 你说你准备好了 真的吗 不要到最后 你的吹牛的牛皮 事实上马上 徒雄彼见 我们真的加入之后 马上变成零关税这些项目 有多少的家庭要受到影响 有多少的产业会受到影响 那你的准备是什么 你对于大家的辅导是什么 那你不去辅导这些产业 你只是说我已经准备好了 到时候两手一摊 选举的时候 选得李立浪 然后另外一批人 也对于这些事情没有概念 他们就上来就执政了 这个对国家真的是 所以所有问题 不是说我们只有那些人去了解 跟我没有关系 这其实都是切身的问题 所以应该我们来继续关注这样的问题 那么所以来出公投呢 我个人是其其以为不可 那已经提了 我不希望他通过 因为这个对于我们跟美国的关系 绝对是一个很重大的伤害 那这样的一个问题也不科学 最重要的是不科学 但是他为什么有可能会通过呢 就是因为債政府无能 他根本就是两手一摊 摆烂 把它摆在那里 所以大家对于食安没有信心 那所以这个案子如果通过的话 其实真的对台湾的外交 对我们的经贸 其实影响是非常大的 但是如果大家是用情绪化 而不是真的了解 萊猪的问题 到底应该要怎么解决的话 那这个公投案如果通过 其实对于台湾的国际的形象 以及我们对跟美国的关系 又会是一个很重大的伤害 但是我希望美国政府可以理解 这是台湾现在的执政党 以及政府无能的结果 这民众被愚弄了 这不是真的 我们对于美国是不友善的 我觉得希望 如果这个公投不幸通过的话 可以让美国的朋友们 可以理解这件事情 OK好我们下一集见 嗨大家好我是小明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暖电的小知识 SPA店为了防止顾客受凉 都会在方料床上铺一张暖电 试着用手指滑过中暖电 你会发现微微凸起的异物 那是密布的电线 利用电线过负载发烫 产生的物理现象来发出热源 过负载发烫气色很危险 它是让电线一直处在烧起来的边缘 来达到发热的效果 但是呢这种产品的电磁波 比运转中的微波轮还高 对身体的危害很大 如果你家中还有这种传统电坛的话 建议你不要再用了 你就赶快把它丢掉吧 我是干妈妈 您从未见过的好帮手 只要轻松地将我挂在它 漂漂亮亮的琉璃台前 就能充分展现烘干杀菌的功效 现在它使用抹布 再也不会闻到那些恼人的异味了 同温层突破同温层 我是童文勋 请不吝点赞菌